《紫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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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紫砂圈裡第一個大師收 一個殘疾的學生做徒弟 就是我 讓我看到了人生的一個希望 我還可以做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19岁的时候出了一个车祸 脊椎伸伤 胸部一下没直觉 不知道疼痛 不知道冷暖 大小便失敬 就是很灰暗 我不知道我能干嘛 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接受 晚上天天会哭 有一天晚上 大概两三点就哭说要自杀什么的 然后我妈抱着我就哭了 就是我出车祸那么长一段时间 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哭 很要强的一个女人 我就想着这辈子不让她再哭 最起码我得试试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丁鼠镇 恰恰恰恰都有那自杀 然后到座湖 就上手比应该比一般人会比较快一点 我爸每天11点推着我到师傅家 五点要准时去把我接回来 五点要准时去把我接回来 不能老虎 要应该有客户的亲戚人才能做好虎 当初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坐在笼椅上 你身体的那个平衡不好控制 身体往前倾 然后我妈就用那个皮筋把我固定在那个笼椅上 因为脊椅上以后有一个后遗症 手指头 所以就握不了特别大的壶 所以我的壶最多也就做到400cc 如果脚突然会筋软 你壶拿到手上保持平衡的不好的话 你就壶就拆了呀 我要使自己的上臂强壮 就要清明捕捉 就是把自己捕捉的地方要补充好 我OK好的是 老天还给我留了手跟健康的大脑 我做第一把壶出来以后 有新加坡一个朋友就想买 我这个壶肯定不买 有了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 我不用整天待在家里 我以后有事情做了 我有风头的目标了 很真切的感觉就是 我父母 他们年纪一天天在大 我有责任 我要赚钱 说得很直白一点 我得养活他们 反正我妈挺骄傲的 老跟别人说 我儿子又带我去哪儿了 东莞 南昌 今天去了成都 大连汉去了两次 本来总归是我们伺候他了 没想到现在 我根本他混 这次的鸽子 也有暂时高飞的那一天 也有暂时高飞的那一天 这次鸽子 也有暂时高飞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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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暂时高飞的那一天